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Tailwind CSS 今天是第八期 不过在给您分享课程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过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使用Flexbox布局 干什么 咱们用Flexbox布局呢 咱们来布局网页上面的元素 或者说空间 咱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今天的课程内容非常的重要 必须要会 好不好 咱们马上开始 好 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使用Flexbox布局安排页面上的空间与空间 是吧 巧了 两个发言一样 好 该怎么做 首先给您访问一下官网 这个官网是它的API 记载着咱们如何使用Flex布局 以及如何调整页面上的空间 咱们看一下 请看Flex肉 包着反肉 是吧 一会我都会给您讲到 然后还有一个网址 也给您看一下 这个是如何对齐咱们页面上的内容 也是非常的重要的概念 没有质疑 好不好 这是个两个官网的API 一会儿咱们都会看到 好不好 那咱们马上开始 首先我先跟您说一下 如果您对Flexbox还没有基础概念的话 我非常推荐您看一下这篇博客 这个篇博客把Flex布局讲得非常的透彻 我是极力的推荐 没有之一的推荐 咱们马上看一下 他用图片图画的方式 给您非常清楚的描述了什么叫做Flex布局 而且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 有什么一同 讲得非常的透彻 我极力推荐大家去看一下这篇博客 讲得是非常非常的好 没有之一的好 好不好 OK 咱们先回到我的课件 我课件小网课件讲的也是不错 好不好 那咱们开始 实战演习的部分 首先我先给大家看一个默认布局 今天咱们就要操作默认布局 回到我的课件 然后代码区打开 对齐一下 好不好 咱们看一下 我课件给您准备了三个正方形 对吧 蓝绿红 今天咱们就要调整他们的相对位置 该怎么做 咱们马上开始 好 首先咱们看代码 首先航布局 在以前咱们这个默认布局的基础上 咱们加上了什么 大家请看 加上一个Flex 说明这是Flexbox布局 然后加上一个FlexRow 代表这是一个航布局 什么效果 马上看一下 烤回过来 这个是最基础的基础 但是在咱们网页编写过程中 却是非常的常用 大家请看 明明是竖质的三个正方形 现在变成了航布局 没说错吧 由这个列变成了航 是吧 把它们都追上来了 对吧 OK 这个叫做航布局 好不好 这个非常重要 接下来 航布局反转 这个用处其实并不多 但是作为基础概念 您要了解 这个就是在Flex基础上 又加上一个FlexRow Row 反转这个航 这个航的反转 包括排列顺序反转 以及显示位置的反转 马上看结果 够 今天的概念非常重要 在咱们网页编程中 一个是Pedin Margin常用 一个就是Flex布局常用 大家注意看效果 大家请看 由123变成了321 同时由左对齐变成了右对齐 这个叫做航反转 这个在实际项目中 用的可能不是很多 起码我用的不是很多 但是基础概念 您要了解 好不好 OK 接下来 接下来再给您看一个列布局 默认就是列布局 对吧 咱们看一下 拷贝过来 然后对齐一下 大家请看 这个列布局就是第一列 第二列第三列 对吧 它是数字的 和咱们默认的 其实没有什么区别 对吧 这个没什么可说的 好 咱们再往下 列布局反转 列布局反转 咱们大家该怎么理解 航布局反转 咱们是怎么理解的 对吧 由123变成了321 然后由左对齐变成了右对齐 那么列反转 对吧 由123 是不是会变成321 咱们看一下 村盘 大家看 确实变成了321 但是它没有左右的概念 所以说 它就原封不动 由123变成了321 底下显示内容 跑到最上面去了 上面显示内容 跑到最下面去了 这个就很常用了 什么意思 比如说 您在做一个新闻网站 这新闻网站 一般都是各种各样新闻 比如说星期一的 9点新闻 10点新闻 11点新闻 对吧 那么咱们从数据库取到的顺序 如果您排序的话 这可以 您没排序的话 也没关系 您取到的新闻可能是 9点新闻 10点新闻 11点新闻 怎么就说一遍 然后您把它倒序一下的话 咱们最新的新闻 就会显示在最上面 然后往下 是慢慢是过去的新闻 对吧 您不用从数据库 去orderby取到数据 您直接用行反转 列反转 就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 您说不是吗 为什么 这我再多说一句 为什么好多的公司 不希望您用orderby 或者说 不希望您在数据库优化的时候 不能够加ware 对吧 不能够使用更多的orderby 是因为它数据库的DBA 它对数据库的优化 有很多的强烈的要求 您真的上千万级数据库的时候 您就会明白 有时不加orderby 把数据取回来之后 在应用程序端 自己编码orderby 对吧 有很多的大公司 是有这样需求的 为什么 就是这个道理 好不好 咱们先少续 接下来走 列反转做完了 接下来 咱们对齐方式 该怎么对齐 大家请看 我给您做一个左对齐 其实默认的 咱们就是左对齐 咱们试一试 大家请看这个位置 这个其实默认 就是航模式 然后左对齐 其实咱们下面的左对齐 和它的效果一样 咱们看一下 Go 大家看最下面 是吧 咱们是Flex模式 同时左对齐 左对齐的方式 用Justify 加上一个Start 是这样 在Flex布局里面 它有意回避 Left Top Right Bottom 这些概念 而用的更多是 Start End 对吧 Between 用的是更多 这种关键字 咱们要适应一下 非常的常用 好 接下来左对齐演示完了 再给你演示一下 这三个框的右对齐 看一下 好 大家请看 往下走 讲到这数据库优化 过两天 我可能还会给大家 开这个MySQL课程 会讲到数据库 好 咱们看右对齐 但是这个右对齐 和当时这个航反转 有什么区别 您上眼看 对 显示顺序没有变 而航反转 显示顺序都变了 对吧 所以说航反转 我跟您说 用的其实不是很多 只是作为概念 您要了解 可是现在给您讲了 右对齐 这可是常用中的常用 您一定要掌握 为什么 因为它显示顺序 是保持不动的 好不好 OK 然后稍等 我这加一个代码 加代码块算了 我想把这个 位置稍微的调整一下 因为可能有好的朋友 看不到我的屏幕下方 对吧 好 这样能看到了 是吧 OK 咱们接着往下走 接下来 居中对齐 我的天哪 这个更常用 咱们显示一个文章的标题 而且标题要居中 一般都用居中对齐 对不对 赶紧看下效果 非常的常用 这是没有之一的常用 大家 你看 居中对齐 笑出来了吧 非常的常用 同时 接下来 更常用的是平均分布对齐 它会给咱们有一个算法 来自动算取 咱们的元素 在屏幕上显示的位置 让咱们元素 网页看起来更加的美观 首先第一个 平均分布对齐之 Between 怎么看效果 什么叫Between 两端分布 是吧 Between一般不都是二选一吗 两端分布 看效果 大家请看 两端分布 中间有一个元素 对吧 两端拉平 然后正中间显示 对吧 这个叫做Between对齐 接下来 是这样 这个没什么可讲的 您只要记住这个关键字 同时记住这个关键字显示的效果就可以了 好不好 OK 接下来 接下来 我看看 接下来 around 我天哪 这个也很常用 看一下效果 看一下 它和Between类似 但是又不同 什么不同 看效果 Go 大家请看 它把这三个区域 分成三个不同的块 对吧 然后呢 每个块是占 各占屏幕的33.333 对吧 然后呢 内容又是这个33.333里面的聚中对齐 所以是看起来是这个效果 around 也很常用 对吧 OK 接下来 接下来是Even里 这个相对用的少 但是咱们看个效果就可以了 Go Even里稍微又缩短一点 是吧 OK 这个是Even里 接下来 Even里 我在这个工作中用还真的就不是很多 接下来 咱们再看一个 是这样 到现在为止 咱们都在一行上 左右调整 咱们元素的顺序 进行对齐 对不对 其实呢 咱们还有一个叫做横轴对齐的概念 或者说水平对齐的概念 也很重要 怎么做 马上看一看 好 给您拷贝 水平轴对齐 首先给您拷贝一个原始的样子 是个什么样子 给您拷贝一个 什么叫原始 就是说我给您准备了三个块 是吧 大家请看 我给您准备三个块 咱们要把这三个块进行水平对齐 该怎么做 弄好也很多 也很常用 咱们往下看 首先这三个块 咱们要让它保持行里面的上对齐 用这个items start进行上对齐 看效果 说半天 不如给您看一下效果 大家请看 这三个块横过来 同时上对齐 因为这哥仨 个高不一样 是吧 所以说呢 看起来非常的明显 这个叫做上对齐 接下来 下对 接下来咱们先中对齐 中对齐 顾名思义 把他们哥仨 居中对齐 注意看效果 大家请看 这个就叫做中对齐 没问题吧 那么再看看下对齐 这个也很常用 这个在咱们页面布局按钮的时候 咱们很多时候 是需要让按钮横向中对齐 对吧 尤其是编写网页的title bar 导航条的时候 更用的比较多 大家请看 这是下对齐 没问题吧 这看来像是lanking123 是吧 OK 接下来 往下走啊 这都是最常用的 接下来水平基线对齐 这个呢 作为知识点呢 您要掌握 看一下什么叫做水平基线对齐 它是以文字为基准 进行对齐 大家看 我呢 把这个中间这个绿色呢 简单的设置了一下 它的对齐方式 让它呢 在这个绿筐中 这个二呢 在这个绿筐中的 居中对齐 那么他们这三个元素 又要让他们以基线对齐 就是说 以这个文字基线对齐 看起来 就是现在的这个效果 大家看到了没 对 这个叫做基线对齐 这个呢 偶尔的时候会用到 但是呢 作为知识点呢 您要掌握 不要在自己编码了 为什么呢 因为Tierwin呢 给他们提供了标准样式 已经帮咱们实现了 您说不是吗 OK 以上呢 就是给您讲解的 Flexbox的布局的一些个 最基础 最常用的内容 希望您呢 能够掌握 今天给您这些课件呢 都是小马 经常这个编码中的 经常用到的一些个CSS 我认为是非常重要 所以说呢 就推荐给大家吧 好 以上就是今天课件 所有的内容了 我今天的课件呢 都会更新到GitHub上去 有兴趣的朋友 您呢 就访问一下吧 好 那这个视频 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 再见吧 拜拜